第五百三十集 方平不管他们,开口道 八品的天金莲来一半试试 月明草来十株 孕生果的话,先来一百颗吧 周司令打断道 孕生果没那么多 那就五十颗 周司令头疼道 对精神力有帮助的能量花 那能量果都是极其珍贵的 数量的确都不多 最好以十为上限 司令,六品的没那么少吧 运行果而已 现在全国都在发放 周司令文言不再说了 考虑片刻后点头道 好,那就五十颗 九百五十亿了 还要什么 百脆果来一百颗 周司令再次无语 这小子挑的都是好东西 其实也不算特别珍贵 关键都是数量稀少的那种 他还没说话 方平有些抱怨道 上次我问某五这边 百脆果收购价 撑死了两千万 为什么给我定价就是一亿 这长得也太厉害了吧 王部长没好气道 你就知足吧 能给你兑换都说是你的运气了 你以为到处都是啊 百脆果只在能量矿买中才有出产 政府储备并不多 周司令也不辩解 闷声道 一千零五十亿了 宿卖花给我来一百朵 周司令再次无语 这小子真的眼光高 而且开口也狠 宿卖花虽然只是无品无者用的 可对宿卖有奇效 三亿一朵是真的对你特别照顾 唉明白 这就是一千三百五十亿了是吧 方平笑了笑 沉吟片刻道 剩下的二百五十亿 我换破空见诀 两位宗师脸都可红了 一旁 黄景望天 我就当没听见了 这小子 真牛 李司令定了个一千亿 他就当没看见 最后留下二百五十亿换这个 你是说李司令二百五 关键是 他就留这么多份额 一副爱换不换 不换拉倒的态度 黄景其实也想看看 政府到底换不换 王部长这时候不咳嗽了 开始低头数蚂蚁 哪怕这里没蚂蚁 周司令那是挣扎的厉害 有些崩溃道 方平 你看好了 那需要一千亿 我知道啊 可我不是太想换 留下二百五十亿 已经是我最大的预算了 要不然就算了 我继续换别的 你 周司令一脸呆滞 到底换不换呢 李振把绝学摆上来 其实就是想给李长生的 可方平不上套 他一毛不拔 这次大概就真黄了 李振再大度 直接白送给李长生 未必会做 可好歹留了二百五十亿的份额 周司令脸色那是一阵变化 最后几乎有些咬牙切齿道 好 我替司令答应了 方平 你很好 就这个价 二百二百五十亿是吧 我一定替你如实标记下来 好小子 什么价不报 报二百五十亿 你行 李司令知道了 想不想打死你 我不知道 可你小子以后小心点 方平预言又指 其实我不是特意留下二百五的 真的赶上了 没别的意思 你们别这么看我呀 政府欠的一千六百亿 兑换了这么多东西 算是两清了 方平其实还算满意 虽然感觉兑换的东西不是太多 可这些东西 那是真的有钱买不到 政府真要弄一次拍卖会 这些东西 别说一千六百亿 一本李振自创的本源绝学 针对全球出售的话 有些国家的强者 出个几万亿都有可能 可以研究绝颠的路啊 虽然本源绝学 只是轻微涉及一些本源之路 可绝颠的路 那是真的让人寄予 一半天金莲 十株月明草 五十颗蕴神果 一百朵素麦花 一百颗百翠果 再加上破空见绝 周司令记下来了这些 接着道 东西现在没带来 三天之内 会安排人送过来 方平 虽算是你自己的东西 也是你用生命金华换来的 可这些东西 最好不要乱消耗 很多东西 都是用一点 少一点 用完了就没有了 而且大量的服用这些 对武道其实 没有太多的益处 镇行城那边 你也知道 他们的舞者 会服用不少天才力宝 这也导致他们 在进入精血合一镜之后 走得更难一些 方平点头道 我知道的 司令放心 绝对会用在该用的地方 那样最好 周司令说完就准备走了 方平见状连忙道 司令 部长 这就走了 还有事啊 不是啊 方平马上道 还没安排授勋仪式呢 我当了将军 还获得了卫国勋章 怎么着 也得表达一下重视吧 就这么私底下给了 岂不是显得军部的将军 都成大白菜了 方平说吧 马上道 司令和部长 稍等片刻 我马上召集全校师生 去参加授勋仪式 周司令和王部长 都是一脸呆滞 你小子 真行 一个小时后 魔武大礼堂 方平身着军装 将军的军服 一脸的严肃 周司令此刻 也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思 一脸正色地帮方平 佩戴上卫国勋章 大声道 魔武方平 功勋卓主 特授卫国勋章 授将军贤 敬礼 台下 数千导师学生 纷纷行礼 庄严肃目 方平那是一脸喜色 强忍着笑容 强行保持严肃 大声道 花国毕胜 人类毕胜 武大师生 永不必战 好 周司令高声抱贺 也朝方平 行了一礼 见方平乐得都快绷不住了 心中不由失笑 是个好苗子 武道前途也是无限 可惜 时间还够嘛 周司令没再多说 授轩一事 也是到此为止 台下魔武师生们 却是感慨连连 才大二的方平 这都疯将了 偌大的魔武 建校61年 毕业的学生无数 真正能在军部疯将的 没几人 宗师强者不去说 宗师级以下的 现在有将军贤的 不到五人 方平再次创下了 一个新的记录 授轩仪式结束 周司令二人 真准备走了 方平穿着军装 一路送到校门口 直到二人 快要离开的时候 方平看了一眼 王部长 有些无奈道 部长 您没在政府 混到多少生命精华呀 王部长失笑道 怎么 你以为生命精华 到处都是啊 真要如此 这次给你的 就是生命精华 而不是拿大量 重要物资来补偿你 那你这伤势 方平有些不舍 最后一咬牙道 王部长 您也是咱自己人 像当初在阳城 虽然 您就给了那么 一丢丢不灭物质 不过我方平 也是知恩图报的人 滴水知恩 当永泉相报 我这儿 还有两斤生命精华 王部长脸上露出 一抹欣慰之色 魔物方平 虽说不太着调 可这为人 是真的没话说 他刚想着 方平就继续道 您就给我打个 八十亿 不 七十亿的欠条吧 王部长脸色一僵 白垮了 一旁周司令 那是真的 有些想笑的冲动 不过也是满满的羡慕 欠条 说实话 在大家看来 虽说不算玩笑 可没钱 方平难道还能 逼着他们还钱 在这时候 生命精华 那是各方都急需的 等着救命的人不少 一千克 不算少了 真的不少了 极多 就王部长 现在的情况 他也没钱还 以后还钱 那也是以后的事了 王部长看了方平一会儿 轻笑道 打个戒条不算什么 小子 方平纠正道 我是将军了 部长注意一下称呼 王部长差点一巴掌拍死他 憋了半场才道 我之前也只是随意说说 生命精华难得 是救命圣物 方平笑呵呵道 哼 没事 等我接任魔物校长的时候 私有话魔物 部长记得 替我说话就行 王部长一脸呆滞 这小子说啥 一旁沉默许久的黄警 实在沉默不下去了 呵斥道 少说几句废话 方平咧嘴笑了笑 从兜里掏出一个水晶瓶 又拿出一张 早就写好的欠条道 部长 签字吧 王部长失笑 直接签了字 拿走了瓶子 再次看了方平一眼 却是没再说话 直接欲空离去 他一走 周司令忽然想起了 好像遗忘了一件事 笑了笑道 禁区名额的事 镇兴城那边有消息了 不过还得再等等 商量个具体安排出来 到时候再通知你们 谢谢司令 这次不是军部争取的 是教育部帮你们争取的 老王太激动了 也忘了告诉你 周司令笑了一声 拍了拍方平的肩膀 又道 别忘了 上次也有我在 下次有好处 别忘了我啊 说完 周司令也欲空离去 上次在阳城 方平装晕 出手的便是周司令和王部长 至于后来 郑明洪出手 方平是不领这个人情的 周司令说起这事 方平哭笑不得 忍不住朝黄警道 校长 您说 下次我要是重伤垂死 是不是可以免费 找一些宗师来救我 黄警懒得废话 而是询问道 你真准备 参与进取名额之争 方平 你实力进步不慢 没必要冒这个险 安安心心修炼下去 才是正当 方平点头道 这个我懂 要是太危险了 那我就再考虑考虑 可我一想 连蒋超他们都赶进去 危险大概也就一般 其实去进窟 我不是为了成为宗师而去 主要还是想多见识一番 下地窟 也有几次了 地窟天才 我是一个们遇到 我也想看看 地窟天才 到底有多强 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其他小域 我还得考虑 强者对我们出手 可去了禁区 按照张部长的说法 强者是有约束的 同街 我方平真的不怕谁 等校长出关再说吧 好 对了 你兑换的这些东西 校长 别打我主意啊 我自己想想怎么用再说 黄警苦笑 摇摇头也不再说 方平嘴上说得厉害 到头来用在别人身上的概率 还是最大 百翠果 素麦花 蕴神果 这些东西 方平都用不上 而这些 却是方平兑换的最多的 用在别人身上 那是必然的 此刻的黄警 真的有些不知该如何去说 自从方平在魔武崛起 尤其是当上了武道社社长之后 对魔武的贡献 一日大过一日 他嘴上说着 将来魔武是他的私产 可宗师们心里有感秤 有些事 也不用素之余口 方平对魔武如何 对那些宗师如何 对学生如何 大家都有笔账 半小时后 李老头来了武道社 看到方平 李老头也不废话 开门见山道 破空见觉归我了 另外 还有生命精华的话 给我十斤八斤 这些天我要闭关 方平看了他一会儿 轻叹道 哎 悠着点 我在您寻找砸了这么多钱 您要是干掉了一个酒品就死了 那就亏大了 起码干掉绝颠 才能补偿我 李老头摸着下巴 琢磨了一下 半赏才到 难度太大 看看再说 等我修成千万气血 老子再去干绝颠 方平失效 也不继续 开口道 东西还没送来 送来了再给您送过去 生命精华 先给您三十三斤 多活几天吧 九十斤的生命精华 给了王金阳五斤 给了王部长两斤 再给李老头三十三斤 方平也就剩下五十斤了 李老头略显差异 有些意外道 还剩这么多 嗯 省着点用 长生剑锻造的怎么样了 等老吴到了九品再锻造 学校现在正在收购其他辅料 有了九品神兵 加上绝颠自创的高等战法 魔五这下子算是拥有真正的两位九品战力了 方平也是欣喜 魔五越强 他越有资本去浪 在华国 魔五才是他最大的靠山 他方平好东西无数 真以为那些大人物都看不到啊 他异常很多 那些大人物谁也没开口去捅破 就是因为魔五的存在 之前 注意方平的只是那些七八品强者 这些强者不敢招惹之前的魔五 如今 九品包括绝颠 都注意到了方平 可绝颠强者不是太在意这个 九品强者 在吴奎山暴露实力 李长生万道合一之后 九品也不敢轻易找到方平头上 没有大背景 有些事方平根本无法交代过去 王金阳出自南五 之前和两大公司交锋 魔五直接自建生产线 还勒索了一大笔赔偿 王金阳呢 他当时也说南五要自建生产线 结果现在谁也没提这话长 两大公司直接不搭理他 你有本事 就去建 一家没有宗师的五大 不找你麻烦就不错了 你自找麻烦 那就别怪大家不客气 送走了李老头 方平继续开始忙碌 陈云熙再次打来了电话 问了一下方平 还有没有生命精华剩余 想要给他爷爷借一点 听到这女人说借一点 打欠条 一定还这些话 方平有些好笑 等方平说自己这边还有一点 让陈云熙和陈耀婷一起来魔舞 方平仿佛听到了陈耀婷的咆哮声 老头子 好像火气很大呀 方平挂断电话的时候 不断摇头 人老了脾气就暴躁 我都答应借给你了 还这么暴躁 这老头子还挺难伺候的 忙忙碌碌的 方平一时间也闲不下来 李寒松和王金阳一直没来 这俩人这次回去也忙碌得很 李寒松开始考虑来魔舞当导师的事 王金阳则是回去对男舞做了一些安排 张青南在服用大量的生命精华之后 人也清醒了过来 精神力受创不清 至于到底有没有痊愈 其实目前也难以观测 张青南本人觉得问题不大 可不到六品巅峰 暂时也不确定 有没有后遗症